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我们节目之前呢就已经报道过浙江凤化小区楼房倒塌的新闻 而就在昨天上午的9点50分左右啊 浙江凤化警方发现一名男子在凤化某批发市场附近非正常死亡 这个消息与前段时间的楼房倒塌又有什么关联呢 昨天下午3点32分浙江宁波凤化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凤化公安发布消息 确认了死者叫做何高波 1970年9月出生的 那么身份呢就是凤化倒塌知名楼所属的景平街道的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经过技术勘验和出库的调查 警方认为啊何高波是自杀的 那么具体的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目前何高波的死亡原因是否与此次的景平街道 居近小区29栋楼倒塌的事件有关 暂时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答